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推介任何股票 我所論述的股票是我會員手中的股票 我不推介 好 美股連續漲三天 也就是禮拜四禮拜五 包括禮拜一 所以今天台股繼續漲第二天 好 我們先從美股來看整個趨勢 來這裡 這叫道瓊 一樣我的線都沒有改變 這叫做一本初衷 好 你現在看到的道瓊 我昨天比在這個位置 今天正式站上 那正式站上多工線 一定最少要有三天的時間 好 那看得很清楚就這一天 這一天直接灌下來破線也就翻空下來 8月26號這一隻 如果沒有吃掉以前都還不像翻多 看到都不算翻多 這是道瓊 好 這是納斯大一樣 今天在這個位置也還沒有把它吃過去 好 這是會員半導體最弱勢的 連多空線都沒有站上 好 這是S&P500 S&P500相對強 可是仍然沒有把這一隻吃掉 好 這是納斯大100 再來 各位 很簡單看得出來嘛 升級指數其實在 來 他這一天就把這一隻吃掉了 對不對 這隻吃掉了 好 這連續漲了兩天 所以他才是真正的多頭 好 那我們看台股 台股的位置其實最尷尬的是 台股今天說十字線 但是 但是有沒有站上多空線 沒有 多空線的位置在這裡 14909 今天差一點 看到 差一點 14909 盤中有過嘛 可是收盤仍然沒有過 所以在這個位置 仍然是壓力 沒有站上以前 也就是各位可以去看這個位置 假設未來沒有比這裡強 未來沒有突破這裡 都叫反彈 突破這裡以後 那也要看他 到時候有沒有量上來 有沒有題材 否則仍然雲序要整理 但是 我認為整理居多 為什麼 因為FED連續會升息三碼 大家不用懷疑 我認為三碼就是三碼 不會因為他的數據 也就是 通膨感覺有降下來 他就會變成兩碼 不會 大家不要去猜 就是三碼 因為他是既定的政策 也有可能到明年就是四個person 利率 那以台灣來講 我認為錢留不住 所以我為什麼特別給各位看 我說要看要看個股 真正的主流就在升級 就在升級 一定沒問題 為什麼 好我們來看 我說做升級股這段時間是最掙扎的 因為這裡是什麼 叫做多空 開始會昏倒揚标的什麼叫多空 主流會慢慢慢慢慢慢 音量出來 那千萬記得不要冒險 什麼叫冒險 升級股本來 升級股本來就 我們在講因為升級股的基本面 我無法去解釋說什麼叫基本面 因為大部分人 應該講99個人在操作股票的基本面都叫歷史 依景安以前怎麼樣 所以他會怎麼樣 錯了 那叫歷史 你們的基本面叫歷史 我的基本面是未來 Future 未來 可是未來在升級股來講才有未來 升級股沒有過去啊 過去是什麼一定賠錢 既然要做升級股 你如果不是天使投資人 不要 我常常講 你沒有命 不要做升級股 什麼叫要讓個命 第一點 第一個 你要熬得住 如果你是進來賭的 什麼叫進來賭 今天買明天要賺錢的 今天買下個禮拜要賺錢的 現在買下個月要賺錢的 你的錢急著要用的 你進來只是parking的 我明天可能要賺的要跑的 下個禮拜要賺的要跑的 那個不要玩升級股 為什麼 通常這個都賺不到錢 升級股是10年磨一件 就在等3天 10年磨一件 就在等3天而已 什麼3天 3天就漲給你看 3天如果在新規就 1.5 1.5 1.5 乘以3 就是3倍 就100變300 3天 那如果上市有可能就所漲 你就5支 然後再來稍微震了一下 又再5支漲田 所以升級股就是特性 那如果不漲呢 他磨你1個月 磨你2個月 磨你3個月 再一直磨 一直跟你磨 磨到什麼 磨到你懷疑人生 磨到你不玩了 他才會漲 所以不是天使投資人 你如果錢不是先錢 不要玩升級股 再講一遍 就是你進來parking的 你的錢是可能 下個禮拜下個月要用的 千萬不要玩升級股 再來如果你德性的 我們叫做道德品德不夠高的人 你也不要玩 因為你自己 你的心磨 你本身 如果說你道德品德不夠高尚 你內心就有那個磨 你用磨每天都會自我的衝擊 你那裡去那裡去 我那裡沒去 每天報業每天 那天有人 所以你那個也不要玩 你不是品德高尚 也不要玩升級股 再來 我說現在這個轉折 有些股票一定不要玩 來我們看今天很重要 今天新聞來 中美科技戰 燒到生技產業 中美科技戰 燒到生技產業 那這個內容就在這個位置 你看到 好 反正只要是中美科技戰 好 它裡面很詳細 我就把時間告訴你就好了 好 9月11號 外傳拜登尼簽署行政命令 幫助美國生技產業製造 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好 那你既然想到這個 你想到什麼 上一次什麼晶片啊 不是中美貿易戰制裁嗎 有一些古話是崩跌的 所以生意股如果再講 如果你的生意股在中國的 你小心一點 不要賺錢對不對 不做沒有關係 真的 我說要小心一點 你不要想去賺那個錢 尤其是KY股 想到KY股我一定要講我本身 因為我為什麼只要KY股我一定不做 只要是KY股我一定不做 我管理什麼 因為我曾經都帶了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到現在 有時候叫5月孟回 我都會怕 只要5月孟回 不是要拔命 全身都會嚇到 那叫5月孟回 不是我做錯 我做對 就是因為做對了 我才嚇出一身冷汗 來 我們看這裡 來 這檔股票叫康有 來 11月2號的時候股價多少 這個是完全不能造假 這個都是流底 這主管機關都有流底的 來 6452康有KY 他應該憲證定價390塊錢 那我認為公司企圖心不足 所以除錢除息的行情落空 就如同憲證模式 吳大福漲福 建立468附近 收尾全部資金等疫苗藥鎮 移民年起頭後再重新布局 當然 明年這個的隔年就 他沒有起的藥症 所以我們就這一天以後 就全部出清了 11月2號 來 你看到 468 很好賣嘛 對不對 這很多當啊 看到沒 86、7、88、14、22 這一邊加加 大概140、220 260、270 這很好賣 也就是 468年後期全部出清 看到沒 收尾全部資金 後來我們當然是換了 換了 郁金光 我出的時候 很多投資人打電話來罵 然後呢 然後隔年再隔年 就是明年 11月1號的隔年 他最高漲到522塊 我告訴你我被罵得多慘 老師你很麻煩 去到500塊 你460別叫我出 很多人就不參加了 跑去別的投顧老師 而且隔年 而且隔年最少有10個老師講這檔股票 最少有10個 那我為什麼常常在講 有些老師他買很多股票 他買到他自己都忘記了 那你運氣比較壞 你如果運氣不好的 你有的時候有人會壓重一點 那那個老師就忘記了 結果各位也知道 這檔股票後來下市 我為什麼 我一定要把這個留下來 因為這叫證據 那你知道 我其實這檔股票是140塊 就代會員進來佈局 我隔年做股票邏輯很簡單 一檔股票已經做好幾年 那140進來佈局 你看我在這裡 多少468全部出清 然後呢 有很多會員就不參加了 謝老師你還買 469就賣了 他到500多 然後就算你不參加了 去參加別的投票老師 還是你做這一檔 然後呢 然後這檔下市就沒了吧 變壁子嘛 然後一樣打電話來罵 謝老師你很夭壽 你帶我做康友 你想想看嘛 所以為什麼我做這一張 這一張你要跟我買10萬 我都不賣你 這一張 因為這個是有證據的 其實我不是這檔 我有很多檔股票 都類似這種情況 我全部出清了 我不玩了 然後我把錢收回來了 這一定都是公開的資訊 然後呢 過了一段時間 你說這檔股票如果有問題 手上有這檔股票的人 還是打電話來罵我 還是打電話來罵我 其實包括長勝也是一樣的 老師你沒有出在最高點 你沒有出在500多 問題是我賺錢 我要幫我的投資人保本 我絕對不會帶我的投資人去冒險 所以我說這檔股票 這檔叫康友的 KY的 有時候想到我都會怕 我常常在想我為什麼是個人格者 我突然這一天 11月要全部把它出清是什麼原因 有時候想一想 老天爺建固我 他突然叫你 這檔股票就感覺 那我那靈感一來我之前不出了 那老天爺建固 而且是隔年 隔年有10個老師在講這檔股票 最少 因為他繼續漲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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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522 各位去思考嘛 所以我說 為什麼我的會員會 跟了好幾年了 那個叫做我的TEMPO 好重點是什麼 記得 KY 只要KY的股票一定不要玩 因為中美戰火燒到生技產業 因為投資做股票要記得一句話 賺不到沒關係 不要變壁子 不要全部都沒了 這為什麼 第一個我一定不待會員做融資 我喜歡做沒有融資的股票 對不對 第二個 KY股我一定不玩 只要跟中國連結衍生的股票 我就不玩了 講白一點的啦 這種KY股 因為我們 因為講我們看到的財報都是 我常常在講 你看到基本都是落後的 再講到這檔股票 我當時做的時候 他還配息 配了一兩年都配什麼 拿10塊錢出來配息 10塊 股票怎麼會不好 可是我說 當我突然感覺 應該賣了不要了 賣了之後隔年還漲到500多 然後就下市 下市當然就是被掏空啊 所以為什麼我的會員會很忠誠 我讓你賺最多 我幫你 握住 讓你不會受傷 就單單這一檔股票 單單這一檔股票 其實我說不是這檔股票 有很多股票類似這樣子 我出了以後 他就開始崩跌了 那什麼原因 因為我說我在市場二三十年的 有些股票 我講白的應該這樣講 控盤者在做什麼動作 我每天我盯著一檔股票 在代表演操作 一檔股票 控盤者在做什麼動作 那個每天的交易你會看得出來 到底他是郎中在片線 還是在做假動作 還是在右手賣給左手 還是他邊拉邊跑 還是邊殺盤邊售後 這個都不是你們看到一些什麼 坊間的那些不要做勾筆的老師 也要共勾筆 不要做勾筆的老師所知道的嘛 所以你看我的節目你會成長很多 好 記得記得 不管你什麼股票記得 中美科技站收到生技產業 只要KY的不要玩 生技產業不要玩 其實也不只生技產業 只要有KY你就不要玩 台灣的股票很好啊 對不對你看 這這這這 來看到這個 來 看到這個 中美科技站有收到生技產業 那我們看今天生技產業 來看兩檔 本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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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今天我們糖抗體 今天量收到 我說量收到 大概 一般的人 我剛剛再強調一下 不是天使頭的人已經抱不住了 量已經收到 讓有這檔股票 除了你是天使投資人以外 大概都抱不住了 量已經收到 從 109年5月25號以來的新低量 好 那到底它會怎麼走 假設你想操作的 有這檔股票的參加會員 大家 對不對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再會 本節目不推薦任何股票 好 那生衣股 我說是在輪漲 那重點呢 再看影片 中美科技站 燒到 生技產業 也就是你只要在中國 你的市場在中國 你在中國製造的 生技產業 尤其KY股 真的你們要特別小心 好 那為什麼輪漲 來我們看這裡 這是要還要 各位 這是今年的K線圖 要還要在8月5號最高點622 到今天已經整理一個月了 好 我們看 這叫什麼 中域 好你看它在這裡 是不是相對低點 8月5號 好就一段這段時間裡面 它突然就冒起來了 而且已經創了今年的新高 這叫中域 那請問中域有什麼故事嗎 沒有啊 中域有什麼基本版嗎 也沒有嘛 這叫什麼 各位都知道 我們叫做 它雖然不是官股 可是感覺上有連結 很簡單嘛 記得 我說假設我是個 我是個中師傅 我手上假設有很多的生衣股 台灣的也有 中國的也有 我看到這個 你告訴我 我看到這個 我只要我的生衣股 是在跟中國有連結的 市場在中國 生產在中國 或者藥證都在中國拿的 我告訴你 我拔什麼也不會 有一天如果像康友一樣 歸零啊 那叫歸零 歸零 這個叫歸零 這樣變沒有啊 變沒有 股價從500都變零 好 再看一遍 中美科技戰火 燒到生技產業 看到嗎 好 然後 我也給各位看這一張 這是昨天的 也是 假日 那台灣要成立 新冠疫苗緊急專案的開發 開發辦公室 好 我為什麼要給各位特別去看這個 MRN疫苗是新型的疫苗 兒童安全並未經過長期追蹤 所以MRN疫苗是不安全的 不安全的 好 那想到這個我一定要再重複一遍 來這個 這叫4月19號 看到哦 翁崎偉的MRN疫苗跟唐基的COVID-19的疫苗 無關 因為唐基本身就有 就是V10 就V10 他就本來就沒有關係 結果因為這樣4月19號 你看出新潤以後 這4月20號把它打下來 各位 是不是打下來 開盤 開210 最低打到240 打到914 收136.5 就單單就這樣 這一支把它打下來 好 那 他本來就沒關了 好 各位 現在我先給各位看這裡 這最近 莫德納 先不對 輝熱跟VNT提高 因為他親錢 因為MRN疫苗是莫德納 莫德納的 這更誇張的是什麼 莫德納做的 親錢的人 親錢的VNT 同一個時間可以賣到220億美金 莫德納才賣了104億美金 104億美金 也就是你親錢的 你用我的去賣 賣了220億 是我的兩倍啊 如果是我 我當然要高啊 好 那所以說 這個MRN疫苗 來在這裡 考量風險你效益 集中研發線納之COVID-19的疫苗 儘快要進入臨床 對糖基德現在以未來 是較佳選擇 所以他不要這個啊 他說 單糖化的MRN疫苗在製程期 第一種期間 專利有沒有 專利喔 專利層層疊疊 這個我也拿過很多變給各位看 專利是層層疊疊 所以 等到八月多 莫德納去告VNT 告輝瑞 這是理所當然嘛 因為我們早就知道了 也就是 來 這家公司消息 我早就知道這個專利是層層疊疊疊 所以人家不要嘛 本來就沒有要這個 所謂MRN疫苗 本來就沒有嘛 所以他把他打下來 是不是打下來 來再來 那因為糖基他本身 COMIN-19的疫苗 他是做什麼 他是用糖工程去做的 而且他的那疫苗是 可以在脊蛋白過程上的受體結合 能做出來的 做能做出來是可以 有高效價的透益酸的抗體出來 所以你想一想 我說有些東西是要離遷的 我為什麼這麼堅持 我為什麼等到現在我才把它 他嚴準 嚴嚴本本都講出來 今天量已經收到這個程度了 應該講說 買賣都賣了啦 沒人摸掉啦 已經剩下300多張了 所以要把過程 從 他原始為什麼被打下來 4月20號為什麼被打下來 是什麼原因把他打下來 打下來 原因就這樣子啊 這莫名其妙嘛 有沒有 他本來就 本來跟 翁崎衛的MRN疫苗 本來就沒有關係啊 怎麼 因為這樣子 就把它打下來 好打下來以後 他本身也出來說 我們本來就不做這個 而且 我們已經在 今年的第二劑已經 欸 我們第二劑已經在做什麼 R&D做什麼 就臨床啊 你MRN疫苗 你要等到明年的第四劑啊 而且 MRN疫苗 鑽力層層疊疊疊啊 看到鑽力層疊疊疊疊疊 也不是唐基要不做的啊 這把他打下來 好到今天啊 到今天 到今天 你看 被打下來以後 他在這裡等於熬了多久 這4月20號啊 今天是9月13啊 加一加快要五個 如果以這個禮拜來講 就五個月了啊 一檔股票被打下來 五個月都橫盤在這裡啊 都在這裡啊 所以為什麼給各位看今天的 來這個中益 中益新耀 中益 417的中益 你看上來了 可是他還停留在這裡 這裡叫195 就這個位置 195 這怎麼整理啊 連這個195 這個位置都還沒掛啊 可是人家已經上來了 不管其實不是他而已啊 幾乎什麼股要都上來了 是不是我說 他就在等釐清這件事 來再看一遍 第一個 手上有的人不知道說 他為什麼打下來 認為他有問題 不是啊 本來就跟他沒關係 我們的V10跟他就沒關係 而且V10是在 已經在第二劑 已經第二劑已經在做臨床了 IND 那MIN疫苗 翁先生的MIN疫苗 要得到明年的第四劑 而且這個 因為MIN疫苗專利層層疊疊 所以這一支 如果你們有在看新聞的 這一支是後來磐石生劑 他縮起磐石生劑 磐石生劑開始現在進入 進入研究 進入研究 對啊 磐石生劑當然沒上市上櫃 我只是告訴你他的氣象 所以我們的V10 結果我們的V10做出來是怎樣 在這裡啊 因為用糖工程技術做出來的 他做出來的 能產生高效價透益症 你看 產生的糖化工程 能快速製造出來 現有技術 無法產生人體持有 而且具有特殊的含透益症 這個是對兒童最好的 所以 因為既然疫苗沒辦法 沒辦法免 也就是 來再看一遍 這叫什麼 也就是 我們叫COVID-19不會消失 那既然不會消失 他就要做 其實這也不是他重點的 只是他 那這個對 對糖基來講也不過是 他的很多個 很多個專利其中一個 我們叫一個研究而已 我一直要給各位看的是這裡 為什麼要給各位看這個 這才是我真正 我們真正要切入的在這裡 也就是SSEA Color T標靶 對於實體的效果非常好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在2017年8月29日 後人第一期的H01 H02跟A04都在做臨床 那H04呢 在9月2號 他在 所謂的EMO EMVO的分子醫學雜誌裡面 已經發表了 而且他對 不管是對吉利德 對輝瑞 對諾華這些大的藥廠 也就先告訴他們 我已經研究出來了 那避免衝突嗎 避免衝突 我已經研究出來了 結果他們還在花錢 那告訴你 我已經研究出來了 那你不用花錢了 不會來 不會你會來 因為只有我 來搶標吧 那像這種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拿到售錢 我告訴你這種東西是 有時候是我常常講 你如果不是天使投資人 你拿不到了 你等不到 假設你是天使投資人 你想操作這種股票 想了解的 打電話來參加會 來再看一遍 這個才是真正的大的爆發力的展現 好打電話 你們同一個時間 再會